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 是不是有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而受到影响呢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24号在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面 就特别说了远东集团在上海这五个省市的 像化鲜、纺织、水泥这些企业呢 被处罚了罚款还有追税4.74亿元人民币 折台币大概是20亿啊 我想先请委员帮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部分其实大家也关注的是说 中方的这个动作呢 好像似乎跟台独之间有一些关联 您的看法 朱凤莲就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远东集团确实他是2020年立委选举最大的捐款者 他总共大概捐了5300万 那个账都查得到 那是投国监察院的那个报道 对对对那个都是公开的 然后捐给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大概是69% 这也是事实了 这个事上也没什么就可以查得到 那我觉得他是有点刚好因为他对三高企业 本来就在做调查嘛 就是高污染啊 还有高耗能高排放 因为不太可能说五个省啊 同时调查立刻就把结果出来 所以坦白讲也进行一阵子 那他这两个事实刚好凑在一起了 那刚好2020也是最大的捐款者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功能是 我用我的话叫杀猴锦机 杀猴锦机 因为他是最大的 那就产生了一种威吓效果 那至于会不会后续再公布进一步的 比如说其他金主的名单 因为网路上确实有穿 可是那个还不是官方立场 他是那个网路那个名单也没什么 因为他就根据苏贞昌 跟游锡坤的政治现金的金主 各取前六名 那那个资料也查得到 您刚刚提到网路上面 确实在流传的是说 中国大陆在下一阶段 要制裁的12家台独的金主 那个就是苏根 还有游锡坤的捐献的前六大 OK 其中像长榮 信大水泥 三药建设 国光石化 八大电视台 利利集团 玉龙 何信 润泰 杨德 都被一一点名 所以我想请教刘老师 您帮我们观察 您觉得这个未来台商 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在做法上面会做一些调整 但坦白讲这问题蛮难的 因为他到底会打谁 我也不晓得 因为这次打远东 我们也觉得很惊讶 因为说 当然可能这个正亮兄比较了解 我们一般从外界角度 我们也不太认为说 远东是绿色的 很多报纸也媒体也报道说 他基本上是上海帮的 基本上还是比较青蓝一点 但是很多企业他就两边压 这是正常的情形 压蓝也压绿 哪一个都是这样子 但你如果说这样子就要被打的话 那被打的人很多了 你说像远东的 像徐旭东本来讲说 网络也流传他很多视频 他说我们从来不搞政治 比如说你现在发现很多企业家 这样的问题就是 你不找政治 政治会找你 所以他们会怎么调整 我想每一家可能到的都会在那边做一点 内部的会上班推演危机处理 但另外一个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你现在很多是网络上流传的 就是那小粉红 那小粉红一起来 说不定最后绑架了一些政策 或者说牵扯了大陆上一些政策 所以你看有些小粉红骂得太凶了 中共的中央台就讲说 你这叫低级红高级黑 对不对 这说不定就有些低级红的人出来趁机搅和 这些脚户弄了以后把这事情都水一个搞混了 那台商也怕了 我们也怕了 这难道是大陆所愿见的吗 他也不愿意见 他也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形的话 那后面的政策会怎么样的调整 那么就照郑亮兄刚讲的 那杀猴紧鸡的话 那剩下就是鸡了嘛 那些网络的东西 那说明这些人不太人为他们是鸡了 他们说明也是猴 但不管怎么样 那他们就觉得说 那已经紧过了 我比较兄 我跟你讲 更麻烦的是会有商业利益斗争 互相解决 趁机 这个才麻烦 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竞争 对不对 因为台商彼此也有竞争 像刚刚刘老师讲说 我不找政治 政治要找我 这对台企 这个台湾企业来说 倩姐您看 怎么办 我跟你们看吧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现在露出来的这些名单 都是因为在监察院的公报上面可以找到的 所以他这样讲起来有个正当性 但是事实上会选到哪只猴 会是精打切姬 他背后一定有非常庞大 而且绵密的资讯跟情资 因为他不会随便挑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 就是我们大家要明白说 它是一个非常绵密的体系 所以说那些真正的明明白白叫做 用大陆话说叫做 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那些绿营的产业 他们在那里赚了钱回来支持台独的 那个老早就是在名单上 所以他现在再往前面更走一点 说你不要心存侥幸 即使是因为政治现实的话 你也不要用这种两面的手法 他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始 明确地站队跟表态嘛 所以这只猴背后有一些原因 那我长期以来在线上 我的立场就是 我真知道的不能说嘛 我不知道我怎么乱讲 谁是猴王 就是说我真知道的他什么理由 什么这些就不该说了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呢 这个最后的结果对于台湾来讲 当然会是有一点的洗牌跟冲击 但是不会有像王美花觉得说 澳台商要回流 因为当初他们之所以到中国大陆去 是求生存求发展 有些是在求世界市场 他并不是因为深爱祖国 要去做爱国的商人到大陆去的 他是在他的经济理性上面 觉得那是他最好的发展方式 就像川普他不能一声令下 拜登不能一声令下 叫美国企业回流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这些作为呢 也不会立刻的让中国大陆的台商 全部就把那个工厂关了 那个行李收一收就回台湾来 他必定有他的经济理性 在后面做支撑 但是在经济理性 你要做生意的前提之下 你的立场现在可能被逼着 要更为明确了 您刚刚提到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确实针对这个重罚远东这件事情 他是说确实有很多的台湾的厂商 最近这个提到了比较 要回来台湾的案子比较多 大使您怎么看 就是这个台商回流 会不会这个事情 会不会引发台商回流的 这样的一个热潮 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不过不会有什么大规模的波动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陆这个做法 他还是要考量经济的因素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些统计数字 在大陆这几年 外贸这个外销额前十大的这个企业 中国大陆全中国大陆 外贸前十大 有六家是台资企业 你想想看 大陆会对那六家企业动手吗 前十大创会 创这个外销的前六 中间有六大是台资 那么全中国大陆的 外出口额全百强企业 你知道台资企业占几家 42家 很多耶 那大陆自己的企业有多少 只有37家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会对那个前十大的六家去动手 会对那个全百大的 那个42家 42家去动手 也就是说 大陆这些主力 台湾这些大陆主力企业 它的主要市场是在国外 它是外销主力 它没有在大陆赚钱 它在大陆赚到钱 可是它主要市场在国外 这种企业不是正好大陆要 极力要争取的吗 而且都是制造业 它不是去炒房地产 也不是去搞服务业 也不是开餐馆 也不是搞滴滴 搞这些这家服务业的 这种电子商务 扎扎实实的制造业 那我觉得大陆不会去找这些企业动手 那么这些企业在大陆能够做到这么大 都是百亿美元起跳的 它那么容易走得掉吗 它这么容易就可以把它生产线移吗 那种投资下去 你只要十亿美金以上 你那个眼光都是看得好长的眼光 所以只要大陆的市场 我觉得维持它本身的可预测性 跟它的我觉得获利 也是成长可预测性 台商没有大规模回流的一个状况 那回流的部分 那么事实上在台湾 也面临台湾有几大问题 缺工缺电缺水 缺的不得了 那你就回来以后 那么如果它是劳力密集的工业的话 那在台湾也没有这个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王美花反正讲话 就是说听一听就好了 因为它真的经济蛮外行的 它就是说讲一些政治语言 那么这个当然了 就是说前一阵子 这个美中贸易战 供应链重组织 是有一些厂商 把在台湾的生产链又重新恢复 因为美国限制中国大陆的产品 或者说它19.3%的关税 所以是有一些变动 可是我认为 除非这个全球供应链 在美国的这个强力的这种 这种构建之下 真正把中国市场 跟这个欧美市场切开 这个可能性很小啦 要不然我觉得台商大批回流 是不太可以预见的 针对刚刚讲说 这个后面是不是有考量到说 要去防范台独这件事情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推动 一个台海通道的规划 我想请倩姐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方公布 这个台海通道的计划 它在政治上 经济上 战略上的考量 我觉得它是在逐步的 尤其是最近两个月以来 逐步的去开始 让台湾知道 对于将来 对中国大陆来说 就是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方略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有步骤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同时我认为相关的法律 就是法制化的部分 也一定在进行 因为他们最近几年来 跟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是说 美国到最后 包括欧洲国家 最后都是拿它的 国内的法律框架 来告诉你说 他们认为未来的秩序是怎么样 那个叫做有规则的 有游戏规则的秩序嘛 所以说对于台湾将来的 法律框架呢 应该现在也在积极的演绎中 简单的说 你已经看到四大作为 第一个是它要去 如何去制裁跟处理的 然后第二个 它就是讲说 未来台湾的建设的规划 包括将来台湾的老百姓 每个人可以多多少钱 这些最近都在讲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基础建设跟互通互联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空想 当年我在金门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能够做 金下大桥 那那个时候两岸的气氛 相当的横缓 我们觉得如果在全世界 把战争的金下 叫做两门同安 金门下门 两门同安 就是把战争的金下 变成一个和平的金下 用一条大桥把它连结在一起 会是世界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和平象征 当时我还跟县长拍了胸补说 你让我去香港募资 我要做那个和平大桥的 那个公债 因为用这个过路费来收钱 我说我一天就帮你募完了 所以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河海工程 是非常了不起 竹凤莲特别讲的 就是从福州到平潭的这个 已经通车的 那么这个已经通车的 平潭海峡公铁跨海大桥 88公里 对不对 它大于诸港澳的55 大于杭州湾大桥的36 大于东海大桥 就是阳山港进来的32公里 那中国大陆是有绝对的能力 去做这样的河海工程 尤其是它有像镇华重工 这种机械的公司 所以它做完了平潭 那我们知道当时拿平潭 作为对口岛的时候 是已经就海流什么之类 都已经规划过了 认为平潭到台湾在海陆 是最简单最短的一条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逐渐的 让台湾明白中国大陆的规划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高度计划的体制 规划中间对于制裁 对于未来的建设 对于将来的基本建设 基础建设的互通互联 全部都有一系列的规范以外 法制应该是下一轮 就会推出来的 我们应该会很快地见到 他们在法制上面 就是就有关台湾事务的法 做出一系列的对台湾的表示 不过实际要执行的话 当然还是要考量到 现在的两岸关系 没有 它就是会做 先做它的国内法 对 它先规划好 就像反非类国家法 是它的国内法 那么就像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是它的国内法一样 它会先做它的国内法 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关心的是 全球的石油供应问题